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这街舞,李宇表演故,大众评审64票,王一博评论,投票少了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第十期,跨五种融合 为不同领域的舞者提供合作的舞台 观众将看到现代舞 拉丁舞等五种跟街舞的融合作品 其他领域的舞蹈大神 将与晋级的舞者合作,带来跨五种融合舞台 韩庚期待各五种的融合 跨五种融合舞台,有太多可能性 街舞与其他五种的融合,会带来很多新鲜感 同时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舞蹈利益太高,会让部分评委看不懂 李宇跟斯文、Sniper合作,带来融合作品 这支舞蹈作品,依然是李宇的舞蹈风格 正如他在舞蹈风暴 表现的往,一般,舞蹈作品利益很深 需要细细品味 或者是高人点评后,才能理解到舞蹈所散发的魅力 不看利益仅看舞蹈表演 李宇跟斯文、Sniper的合作 也是无懈可击的 作品中的三位舞者 每一位的舞蹈风格都有所保存 同时又会延展出新的东西 让观众看到Sniper 斯文更多可能性 看懂顾的观众 会对这支作品这支作品赞不绝口 刘宇新连说多个非常 强调对顾的喜欢 同时也有没看懂的评委 投票时选择保留 舞者表演结束 一百位大众评审开始投票 尽管这个环节比较有氛围 但是投给李宇作品的评审并不多 投票结束李宇仅收获64票 台上的王一博评论 台下的投票少了 并猜想可能很多人没看懂 李宇表演结束后表示 顾这支作品 讲述当下人被困住的状态 禁锢你的可能是某种情绪 可能是某种生活状态 会让你陷入到自我纠结 自我挣扎的状态中 换个大家熟悉的词就是Amo 王一博评价 故称这个作品的深度 高度 艺术太高了 观众不大容易看得进去 能带来启发 警醒的立意较深的舞蹈作品 向来不吃香 反而是那些热闹 欢乐的作品 能够获得大众评审的青睐 观众喜欢直接的作品 不大喜欢去想作品的意义 但是舞蹈作为肢体语言 通过肢体语言表达言语 所难表达的意境 这也能体现出舞蹈艺术的魅力 好作品分数低 甚至排名垫底的情况 在这 就是街舞的舞台并不少见 第四季总决赛舞台 黄霄演绎绝美绝世 精心准备舞蹈作品 一生所爱 只获得87票 十三组舞者中排名垫底 这样的结果 可能让现场的评委非常过瘾 因为他们决定了选手的命运 但是观众却表达强烈不满 节目的评分直线下降 口碑大不如从前 节目也开始反省 这 就是街舞 第五季 尽管新增大师团 降低大众评审分数的比重 但是大众评审的投票 依然会决定选手的命运 李宇 斯文 Sniper带来的故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可是分数揭晓时 相信很多观众 跟Hello Dance的马晓龙一样 都在关注顾的分数 顾最终得分707分 尽管不算太高 却以一票之差险胜 这样的比赛结果 也增添了一份戏剧性